那我就忍不住了 就先吃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那之前我就拍过一条片 就是说过来到Perf的 就是一定要吃Apple Strudel的这种甜品 但是呢 就被我无意中发现 原来有一家是更加好吃的 还有不同口味选择的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前排的公司有一同事就走了 就请吃这个散水饼 就买了一些 叫做Bluwery的Apple Strudel 就回来吃 然后咦? 为什么好像没见过那样的呢? 然后呢 就立刻抄下包装盒上面的地址店铺 所以今天呢就特意来这里 就看一下究竟这家是怎样的了 那我现在呢 其实都是North Bridge来的 那但是问题就是这里呢 就是比较深一点的 就距离Main Area呢 就是North Bridge的Main Area 就比较远的 你可以看到后面我这里呢 身后都是一些民居啊 和一些比较大的Retail Warehouse 而已 所以其实都不是很起眼的 那我现在呢 就已经来到对面这里了 就是这家叫Frendy Trudel 这家店铺 啊 可不可以 吴咚 可以我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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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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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不妨礙,不妨礙 哦,我做... 你拿大一款,你只付付 哦,耶耶耶 因为我们买大一款,小一款是$5 哦,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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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比较好 哦,耶耶,cool 你只要坐在外面,我会坐在外面 谢谢 哇,原来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选的哦 有mango,有srawberry,还有榴莲的哦 我们来吧 谢谢 你想要一瓶水或什么? 哦,也许多喝水,谢谢 哦,只是空气温度就好了 哇,来到了,很漂亮哦 首先,看一下,很漂亮哦 原来呢,这里呢,就是买一个大的 就可以送一个这样的小的 那如果小的呢,如果只买这个就7.5 好像,那如果大一条呢,那就是$25 所以呢,现在就先吃个小的 因为现在,拍摄是非常之热的 那我就忍不住了,就先吃一下 哇,超脆的 而且现在呢,澳洲的夏天了,所以吃芒果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嗯,很滑 orro啦,尿尿啦 嗯 嗯 正啊 嗯 嗯 我觉得这个这家呢 比我之前拍片的那間的Apple Sudol 這個就比較脆 皮比較脆 它不算很軟 而且它又不是很甜 這間很棒 吃到一半都不記得拍照 我先拍幾張照片 你看看,這些完全是吸引人的 完全是超級吸引人的 老實說,開在這個位置 很少人不可以走到這裏 否則我同事不買回公司吃 我根本不知道這間餐廳存在 而且這間餐廳好像已經開了好幾年 完全不知道 而且這間餐廳 幸好,這些小塊 例如你一個人吃不完 就可以這樣買一塊 可以直接在那裏吃 都可以,沒問題 就不像之前那間 之前那間就沒有的 只有一個尺寸就超大 可以的 這個就可能 就是你一兩個人吃 這樣就方便一點 如果你吃不完整條的話 很快吃完了 一定要買一條大的,回去吃 好了 好,那回去就關掉了 那我們進去就選一條大的 我們就選回家了 我們 好,那你很好吃 可以做一個混合半成的 味道嗎 可以嗎 完全是沒有鑽 但我們可以加密民 Tara 那就可以加密蘭菜 因為上次我同事請吃山水餅就是 Bluwerry Apple 所以我挺喜歡那種口味 我是很喜歡士多啤梨、藍莓、紅莓那種人 所以那些什麼Bluwerry Yogurt那些全部我都適合吃的 所以我就點了一半Bluwerry Apple 一半就剛剛我剛才那種Mango 那就 嘩 真棒 所以我放了一半一邊 在Bluwerry上就選擇Mango 好 太棒了 謝謝 沒有問題 總共多少錢? 只有30元 可能嗎? 只有30元 你能夠保存在廚房裡嗎? 這個可以保存3-4天 3-4天? 因為保存在廚房裡每天都會更軟 好 太棒了 謝謝 沒問題 你也好 你也好 好啦 那我現在就買了這個了 就是一半就是Bluwerry 一半就是Mango 那我剛才問過士頭 你可以保存3-4天 但是你時間越保存越久的話 那它的皮就會比較軟 算了 保存3-4天 我覺得這個長度 可能真的一天左右 一天了 今晚可能已經跟你遲了半了 已經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那就另一個好介紹 美食好介紹 那如果喜歡我這條片的朋友呢 就記得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開我的鐘仔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